我们谈谈网易 昨天出了一个业绩 就是比市场预期好 第一季股东英占日利 按年跌百分之一 去到43亿9千万 市场预期41亿左右 这个数据好比市场预期 non-gap 会计准则下的顺利 按年升是0.7% 去到51亿亦好比市场预期 收入升1.4亿 亦好比市场预期 前景方面 网易首席执行官丁女就说 希望海外收入的占比 目前不够百分之二十 提升到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先看大数 你觉得看完之后 大数我只看它的收入 整体都升一成多 游戏那边也是对版 按年都升到一成半 如果返回腾讯那份业绩 因为腾讯里面的游戏业务 按年有一个单位数的下跌 如果以两大游戏龙头 你比网易就升到一成多 腾讯要跌几个百分之四 很明显就看到网易 在刚刚这一季 表现是不错的 原因是因为它在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都出了比较多一些新游戏 而那些游戏不是很mini 基本上玩完几个月就不玩的那些 而是说的是Harry Potter 或者它本身有一只叫永劫无奸 这两只游戏都是很重磅 还有那些人是愿意去课金的游戏 所以变成就令到今年 起码上半年的收入 都不会说差对变 所以如果你说只去游戏业务 我觉得是对白 但是当然 为什么你说公司管理层都希望 希望将海外业务的占比提升呢 那原因始终在内地方面 在那个监管的趋势之下呢 就很难再让你不断去到 推一些很core的游戏 或者就算你推出来 那会不会到最后又会面对一些 譬如控制的游戏时间 或者课金方面的金额呢 那这些那个变数会比较大 那所以即使你说今次第一季 业绩不頑 但是我觉得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呢 都希望打海外市场 那而说在网易方面 我觉得海外市场以往的表现呢 都不是不坏的 譬如好像《阴阳斯》那只游戏呢 之前在日本那些 其实都是很卖得的 那再加上你会像《Harry Potter》那些 或者接下来出那只《Diablo》呢 也都有出国际版的 那所以我都相信 他接下来那个游戏业务的重点呢 会侧重去海外那边 那他也有提到R&D 未来都会有接近四成呢 就投放在海外的游戏业务 是的 那就是刚刚都想提到 譬如说内地 復批翻版号 而且他都很大力去开拓海外市场 看到内地的政策 虽然现在放宽 但是他什么时候收紧快 其实你也不知道 是的 这一样东西 对他的前景是否有很大的冲喜作用呢 这个起码就分散到 去只靠内地的业务的风险 因为你始终一来 你只靠国内的市场 始终内地的手游 都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 而且始终现在在国内 去推那些新游戏的对手 都越来越多 还有可能面对监管的压力 特别对于那些未成年的人士 又说要控制他们打机的时间 某些日子也不让你上线 另外你说课金那边 亦都可能你现在会再加大限制 所以政策风险无意地一定会比较高 如果你说打海外市场 始终你的市场越多 你越多不同的玩家或者消费者 就不会太受一个单一政策 或者单一市场的经济去影响 所以我觉得不单止妄议 甚至乎腾讯之前都不断强调 他未来在游戏的发展上面 都是会投放多一些在海外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